有學者指,本澳現時有15%的就業人口 收入低於入息中位數的一半 建議政府設立短期性撥款津貼 致緩在在職貧窮人士度過高通脹期 李國賢報導 通脹增加,基層居民生活壓力大增 雖然政府有最低維生指數 幫助貧困家庭解決生活問題 但社會保障學會理事長鄧玉華指出 現時本澳仍有15%就業人士 收入低於入息中位數的一半 當中有約四分之一是本地居民 他建議政府設立短期性撥款津貼 幫助在職貧窮人士度過高通脹期 我會建議作一個特別撥款 撥入有關政府部門去設立一個機制 特別支援這批在職貧窮人士 而有關部門會給他們一個特別短期的津貼 津貼可以是半年期 半年期滿了之後就可以考慮續期 當然這個機制會不斷地檢討 他亦認為全面落實最低工資制度 是其中一項解決在職貧窮的方法 另外由元旦起最低維生指數調升冷成 鄧玉華認為政府應該每半年或一個季度 就對最低維生指數作檢討